publisher were in manufacturing 是愛的是藝人嗎? 代表這個鹿社區的路線 好不説是ître開放 給我們的這個現場的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來賓來提問 來這邊先 其實我有 creation 其實我有幾點可以講 就是說 不一定是完全頚 fact 而是你要站在外頭看來台灣的做business目的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是產業鏈的整合 你要創造一個新的服務任何東西 你需要一個cluster產業鏈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產業 有哪一個產業鏈是可以供應全球的 就是Howard Industry 但Howard Industry不代表大家一定要去做Howard 雖然我還是贊成Howard去做的成功率比去做收入還是高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你去轉型一下你就會更高 但如果你不是學Howard沒關係 你要應用那個Howard Platform 比如這樣講 如果我們剛剛講無人機 你創造很多應用的服務出來 可是這個應用服務 在台灣這個無人機裡頭 可能你可以整合sensor 整合很多其他的硬體在那裡 很可能比別的地方再來做無人機的服務更適合 你要強調這個東西 所以我看到了在矽谷現在 有很多的重新做Howard的團隊 但他需要跑台灣 也可以要跑深圳 可是有一點很重要的地方是 他在矽谷做的時候 他成本非常非常之高 他來來去去 一年兩千萬美金就燒掉 看不到東西 你在台灣做其實很快 所以他強調了 其實做軟體也可以 軟硬整也可以 我想請兩位應該有其他的不錯 對 我想無無 這個大家投很多公司 可以comment一下 特別從矽谷也看到很多 這是無無 然後就學員這邊也comment一下 這邊有沒有機械系的 舉手一下 機械系的 OK 不少 OK 謝謝 你們知道嗎 這個自從這個 歐巴馬政府在promote的 就是說製造回美國以後 機械系呢 大概在兩三年前開始 在美國的話呢 你要申請進去的話 很多是ranking第一的 可是 你總得等他們畢業吧 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 美國的年輕人 知道他們要再回去 好好的讀機械系 知道他們要再回到 他們當初呢 每一個機械系裡面的 這個學生研究生 都可以蹲工廠 都可以搞得清楚這個 整個logistic 甚至動手去做 但是他們需要時間 因為他們 over promote服務業 好長一段時間 可是他們現在 知道這個要回來 所以 always 這個競爭喔 都是開一個門 就是要跟時間賽跑 真的是要跟時間賽跑 那我這邊呢 有一些我自己的 challenge的一些想法 跟回應 列在上面 所以回那個回應一下 這位陸生同學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human capital 是重點 可是我們也知道 台灣的社會 因為有一點滋深 所以呢 就在這兩三年之間 我們的人口正好反轉 就在這兩三年之間 所以 剛才 立峰有提到 就是說 真的上千億 我真的不覺得 錢是問題 你知道 我們的育成中心 每天 來最多的人 不是創業的人 是有錢的人 我都心想說 現在該怎麼辦 真的 那個錢多到 就是 台北市一棟樓就一百億了 對 真的是台灣錢一眼角目 你知道 然後問題是 創業的人不夠多 然後 我們那邊已經有開始有團隊 你知道嗎 碰到那個要來投資他的人 已經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創投 他還會問說 請問一下 你給我帶來什麼價值 你知道 我就會覺得說 哇 真的就是 因為他機會其實是很多的 可是問題 human capital human capital 那我自己認為的human capital 要怎麼解決 其實我覺得 人才計畫 應該要跟學校配合 因為說實在的 你們在學校裡面 就沒有 好好的 流血流汗的 被壓迫的去學習 不夠的 因為學校的老師呢 真的 也不太方便 對 對你們怎麼樣 對 所以我覺得是 需要外面的這一種產學的 一起配合 你們一定得學著 什麼本事帶著走 歡迎 那個陸生 歡迎來萬葉福 台大的第一批陸生只有14位 就是到B基金會 服務 我們就服務你們 這樣子 台大校長交代我們就做了 這樣子 所以我會 然後第二個 我認為 在台的喬生 是我們一定要把握的 這個部分的政策也會開放 陸生除外 沒有 確實啦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我覺得外籍華人 是我們要把握的 因為同時基金會 我們這邊有一個 program 叫做幫中國大陸的海龜 做training 那我必須說 大概20年前去美國的話 那個北美 那個華人生技協會 都是台灣人 現在坐在那邊 全部都是大陸人 但他們同時 大部分都已經取得 所謂的美國身份了 所以他們很想 很想要 到這一個region來發展的時候 因為他們也看得到 這個region的一些機會的時候 他又不想要回去 那麼糟的空氣 跟那麼強大的升學壓力 這裡是他一個很好的選擇點 那我覺得海外華人 是我們應該要把握的 那更別提了就是 香港啊韓國 我們那邊有韓國團隊 還不止一個團隊 然後他們每次來這邊都好開心 我說奇怪韓國人好活潑 他說不是的 他說我們那邊喔 年輕人喔 創業其實還不是沒有風氣 我們那邊創業的 都是中年人 就50歲以後 為什麼呢 因為大公司在50歲的時候 會暗示你 你該退休了吧 可是你在50歲 他的孩子還需要很多support 他說只好創業啊 所以在韓國就大叔創業啊 那年輕人你創什麼業 你進大公司 你知道嗎 那個culture的support上面呢 還沒有像台灣這麼free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在台灣好輕鬆喔 我們那邊的韓國團隊 日本團隊在台灣都好輕鬆 這樣子 日本團隊告訴我們說 因為他們的創業中心都好安靜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蠻有意思 然後這邊大家就會站起來 或幹什麼 好安靜 我們日本人創業中心好安靜 這樣子 然後那個market的部分呢 大家都看到就是說 用population來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是不對的 我認為呢 有一些產業的選擇 剛才立峰有提到的 某些產業的選擇 是可以走global的 那時候你就不會只是在 一直在台灣屬人頭 然後越屬越傷心 而且這些人頭都要變白頭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產業的選擇 當然還有一點 現在講到Indonesia 現在講到越南 現在講到菲律賓 泰國 馬來西亞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不要去那裡 你知道嗎 我想去西谷 我不要去那裡 我要去日本 我說我要去哪裡 我要去歐洲 都不要去那裡 可是各位 你現在不去 你要往前看個五年十年嗎 坦白說 我的孩子 有台大畢業的嘛 那陳老師你自己知道 然後加入startup 他們今年已經充全 所以說他每個月 就是他就去跑 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 然後泰國 他每次都要把自己 所有的語言天分 全部發揮出來 你知道 急也得急出來 因為每個月你就得去跑 你現在不去跑 你要再過三年來不及了 各位可能都不知道 有一個數字 就是越南現在也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知道 因為日幣 日幣現在還蠻漂亮 所以大家會去旅遊 對不對 大家知道 現在整個東南亞 出國旅遊 最多的人住 越南 他們已經開始出國了 所以 不得了 有好多好多的人 就是他的想像 跟我們不一樣了 那我們很重要 我們得把 他們來這邊讀書的 喬生把握住 然後跟著他們一起 合作去拼這個市場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喬生 以前有兩年 條款必須回去 所以斷層啊 斷層 斷層 現在很多的喬生 在那個地方已經很不錯 都是老喬生 都是當年台大的 他們的年紀有一點 有點大叔或大媽了嘛 對不對 但他們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懷念 當年在台大讀書 人懷念的時候一切都是好的 那我覺得funding雖然在創業很重要 可是重點你要有business 別人才投得下去 然後我還是要提一個 Large corporations 不要一直就是你知道嗎 一直要變成是一個非黑即白 或是對立 一直在想 這些人都沒有 No 你知道他們在全世界拼的時候 那個contribution是非常大的 真的是非常大的 然後想想 如果你們的父母 有在這樣子的這個 supply chain裡面 扮演其中一個角色 那真是做死人 也累死人啊 對不對 那浩寶 我們將來怎麼樣子 在這個Large corporation裡面呢 我們要抓住裡面的價值鏈 跟一些夥伴 他們也急嘛對不對 他們非常急嘛 每一個大老闆現在也非常急啊 他們也希望能夠改變啊 那如果大家都這麼急的話 我們怎麼把大家抓在一起 我倒是覺得這個可能得想一想 但是呢 做硬體喔 真是沒有那麼容易 我必須講 它的紀律的要求是高的 這樣我們看完一下 好 大家聽得到嗎 可以喔 好我講一下 大概從兩個角度來 一個就是說 你們將來應該做什麼 另外一個說台灣的強項是什麼 成功的機會比較大是什麼 第一個做什麼 我就會希望說 這邊我想 大部分都是台灣的精英 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 立志去做小缺姓 而是要立志要去創造 別人可以有小缺姓的機會 也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小缺姓 就是台灣有錢 你假如台灣人沒有錢 你可能做小缺姓嗎 誰買你的咖啡 誰買你的麵包 那我們這批精英 不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應該去創造台灣的競爭力 也就是你要去創造 替台灣創造價值 去賺海外國外的錢 那等錢賺進來以後 使台灣富足以後 就可以給台灣大部分其他的人 可以去過這個小缺姓的生活 所以希望你們有這個志向 這個是國際觀 一定要看到國際這個市場 事實上在我回來台灣 我當然沒有整個 大概從2000 我大概2000年 我們就準備退休了 因為那 那就差不多花 將近有一半的時間在台灣 那就跟施政榮師先生 他就用了一個投資的基金 說實在在這幾年來 十年在台灣投資的機會 跟美國的機會 跟美國的機會 在台灣投資的情況 真的是很不好 像成功的機率比較高 比比較低 真的低很多 環境真的是差很多 那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就一直分析說 要怎麼樣 就是他的環境 剛剛提過 這整個團隊不夠完整 那市場觀不夠強 那還有一個就是 心態也不太 跟創業不太一樣 所以我希望說 在段時間內 我們會漸漸回去改變 能夠創業 跟希望能夠成功的機會 那台灣的強項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 我自己投資 其實是從系統方面 我過去看到台灣很多團隊 Propose 做出來要做的東西 因為是年輕一代 很多是以軟體為主 其實剛剛講 那軟體 不是說軟體不好 其實台灣的軟體 一支不強 你如果看看台灣的整個歷史 成功的要講台積電 然後後來成功一個大的這個 這個工研院其實是有推動 台積電硬體的這方面 另外一個叫 Triple IS 叫支撤會 支撤會 做了這麼多年 其實對它的效果其實很有限 當然不能講說都沒有效果 我想它也訓練了一些軟體人才 但事實上在它的表現上很差 那台灣 尤其亞洲過去對版權的不注重 所以認為軟體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也就是說你在台灣 你要當然做軟體 你要去賣錢很難 所以這也造成說你在台灣 其實這個軟體產業是幾乎是不存在的 我看到了台灣如果以前做軟體 只是替人家做一個軟體 就是像一個project 而不是做一個產品 能夠複製像這個Microsoft 這個像Windows的這種產品 是在台灣是幾乎是不存在這種產品的 那這一代這個網路時代來的當然是這個 就是創造了一個機會 給大家可以好像這個 可以在上面平台上做一個應用 小的應用就是APP 那這APP 我看常常聽到 年輕人很喜歡這個 這好像是小確幸 我這個APP有用嗎 那好像就 那projection我們看來的話 說我如果做這個的話 五年以後我可以賣個這個 也許是台幣 台幣大概五六千萬 但這種東西在 以投資來講 這沒有辦法投資的 你這個投資下去 我們一投資 可能就是很容易上百萬千萬 千萬 你怎麼可能做五年 還做到才一兩百萬美金的東西 怎麼能夠有 能夠有這個投資的價值 那所以我就希望說 你們把可能要看得遠一點 不能只看到台灣的市場 那要看到這個整個世界市場 要去跟它連結 因為事實上做創業 你看美國其實做一些創業 有一些東西也都是很簡單 很窄的一個東西 但是它一看了實際的市場以後 它的機會就變得很大 那今天大家 大家在講的有幾個大的方向 一個叫Internet Plus 就Internet現在已經很普遍了 那事實上你現在很重要 就在從這個機會裡面把它加東西 其實跟簡先生這樣講 一樣就是說 你從網路裡面 你要去加 但加這個裡面 如果在台灣 如果加上一個硬體的 有一些硬體的東西存在的話 那最後提供的其實是一個Service 你提供的價值是一個Service 但是Service裡面 你如果含有軟體 跟Service跟Hardware的話 事實上它可能就會有一些 台灣有一些優勢 那剛剛台灣的優勢 就是創造在台灣過去的歷史 造成這個在FAB 就是叫做那個 Semiconductor Industry 然後還有這個製造非常強 在全世界是真的是最強 那我自己當然在矽谷待了一二十年 在美國待了三四十年了 那這個現在的 在早期我們到台灣亞洲來生產 這個硬體是因為它便宜 現在從美國來台灣生產 或是像買這個TSMC 不是因為它便宜 因為它做得好又做得快 所以這個已經台灣的優勢 已經不是說我這邊比較便宜 而是很多硬體在美國做 然後根本做不出來 大家也知道 剛剛提到這個Cloud Funding 叫Kickstarter 有人去賣 這個一賣 剛剛講說賣了一萬個 就不敢賣停下來 那在那個 美國一個很 應該很 大家應該知道的case 就是賣一個那個手錶 叫Pebble Pebble Watch 它也是一旦上Kickstarter 一下子就賣了很多 它停掉以後 生產出問題 製造 他們以為 有些創意的人覺得 所以這硬件很簡單 這個做是生產東西 這個我只要有賣了 到時候去叫人家 找回家幫我做就好 不是那麼簡單 那這個台灣的絕對有強項 它強項是在 你要你製造一個東西 不是現在要求的品質什麼是沒有那麼 拿到各種component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有一條技術 那所以台灣這塊樣很強 所以現在事實上台灣 現在深圳做的做很多 現在台灣也有 也有一些公司 有一個startup 也做了一段 也是在做要像 像做一個平台 來幫忙 軟件 你叫idea 創意的人 跟台灣有很多這個製造商 連結起來 來幫他做後段的生產 那所以不管這樣說 台灣在這個製造生產 的確是它的優勢 所以假如你們在創業工 能夠把這個軟硬都能夠 堅合起來 都合在一起的話 可能能夠撞造一些價值 可能能夠跟 而且做的東西 一定不要想說只有台灣用 希望你還找到這個 可以做全世界都可以用的東西 這個我想 市場機會就大很多 那這個是一大 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過去還有一個方向就是 還可以講說 其實如果大方向來講 市場機會一直在那裡 大家也許會講說 我好像都生不得死 好像容易的start up 很多人都已經被開光了 開完了 我們這邊是最難 其實我當時我要開始創業是 我也是這樣想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早一點生的話 那我那個intel 怎麼是我開的 所以這只有講 但是你們現在講說 你早一點生 可能你會開了facebook 但我跟你講 你不必擔心 絕對有下一個機會 比Google還大的機會存在 現在已經有Google大了 真的是會存在 你們 而且機會 是一定在你們不必擔心 因為 只要人類的需求沒有被滿足 那人類需求是什麼 其實有兩個 活得好活得久 你看活得好跟活得久 這兩個 是永遠不會被滿足的 有沒有人覺得說 活得太久 太好了 所以活太久了 活不好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活太久了 但是假如活得好的話 絕對不會覺得活太久 那既然這兩個 market demand在的話 他一直有創造價值的機會 只是看你很小 很小 就像你最近這個Uber出現 會很多人會覺得很驚奇 就一下子這樣 看起來是 會不會百分之百成功 我們要多快成功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已經創造這個 就是什麼事情都可能 而且創造就剛剛 大家講的也是 就是創造 將來有很多事情的價值 還是可以創造 使人活得更好 使人活得更久 往這個方向走 那再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但是我們在這個發展 這個科技的過程中 有時候是快太快 地球快 混合不了 那我們是要 在我們早期 事實上人類 是被自然來擺佈 就是自然 後來我們就 人想去擺佈自然 我們就一直努力 要去擺佈這個大自然 那現在我覺得 現在應該發覺 這兩個都不是對的嗎 我們要跟自然來 好好的合作 那在合作之前 你要先去了解大自然 事實上我覺得 將來很多事情 我們都應該從 你會去發現來看 而不是發明 你事實上 大自然其實 你再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學電機 我在創業的時候 覺得這個 很多東西都很清楚 那後來投資的時候 我走路了 比較偏向 走向健康醫療以後 就發現這個人體 人類的 人這個東西複雜到 真的很難想像 這絕對不是 人可以製造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不管是不是神還是演化 它是非常複雜的系統 人可能不要 人要想辦法去了解它 跟它合作 這個會將來充滿很多價值 也就是說 當然現在講 Green Energy 這個環保議題 或健康議題 這些都是 將來很創造價值的地方 你們可以把你們的網路 當然講 你們學的網路技術什麼 它的應用層面 這個是技術層面 都可以應用到 找到對的應用 那對的應用 兩個大議題 剛剛跟妳講 就是使人活得更好 活得更久 那從這再往推 推一下比較具體的產品 裡面能夠創造這些價值 機會的確是還有很多 那我相信 我們這些精英 這些年輕人 我想說 將來一定有幾個 可以變成很成功的企業家 好 非常謝謝 這個非常inspiring的問題 導出那麼好的回答 剛剛那個李同學 這邊先 其實照我來看 不管哪一個專業 對 其實現在創業 在我們早期的創業 其實是比較單純簡單 有些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只要一個專長 做一件事 就可以創造我們高的價值 事實上在現在這個連帶裡 很多創業的機會造成成功的 是要跨領域 不是一個領域的人能夠做 所以現在你們看到這個 所以學系 這個系也就在混合 在做這個整合 那我剛剛 我們當然 你剛剛講就是 其實有很多科技 像我們寫ICT 我們剛剛 文化的ICT這領域 這些科技 以前 這些科技現在其實是回來 最後是要 最後這些科技幹什麼 還是要滿足 我們剛剛講的 人類活得好跟活得久 那人活得好 一開始人大概有一個叫基本需求 要吃得飽穿得軟 這是最基本的需要 那需求在我們早期的時候 其實在很早期的時候 這兩個最基本的需求 都不能被滿足 因為不能被滿足 所以只要你能夠創造 就是能夠生產更多 種這個在農業裡 當然吃的問題能夠滿足它吃飽 那異的問題滿足它穿軟 就會創造價值 但是在這個年代 其實照理講 整個世界來看是有分配問題 要不然的話 這個叫基本需求 事實上已經被滿足了 因為這個機器的工業化的話 你現在說糧食 事實上全世界生產出來的糧食 是可以養活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人 只是假如是當作需求的話 但是現在當然你說 為什麼還有人餓 那是分配的 那個是另外一層次的問題 是分配 那所以說 那再來是什麼 那除了這個基本需求以外 現在人類就衍生出很多 很多 我們就覺得想要 就是你需要的跟想要 其實兩個都可以是市場 需要當然是你一定要買 這市場一定存在 但是現在在這個年代裡 其實真正需要的沒有那麼多 那現在我知道很多女孩子都買這名牌 那也是需要的還是想要 那很多女孩子會 它事實上市場marketing 就是把你的想要變成需要 所以就像很多女孩子說 這個是名牌是需要的 就像小孩子 你要買iPhone是需要 不是想要而已 那這個是一個過程 那再回到這個 譬如說你假如是學農了 我覺得其實最近我其實花滿多 我投資的很差 其實也是在 我覺得這個農業 這個動作 現在是機會很大 那大都可以跟你講 就是不見得是產量更多 那當然是 可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可能就是 當然是一個食安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因為人類從走到以前是生病 都還沒前去看醫生 走到現在是 我希望我不要生病 或是不得已要生病的時候 我不要那麼痛苦 這就是說 也就從一王醫學會在 已經變成創造很大價值 那你只是學農業什麼東西 都會有很多機會 來跟科技 可能要學跟科技 網路間合作 假如能夠跨領域的合作 史在農業 解決農業上的某一些 或是石上面的問題的話 我想他也可以 會有很多這個機會 張學文你要不要 我補充一下 美鳳 因為 其實台灣有很大的潛力 都跟嘴巴有關 這個有個電子業老闆 我就不講他是誰 他說如果可以重來的話 他不做硬體了 他還要做食品 現在看我們覺得 食安是一個大問題 可是你去看我們 食安的問題 都存在七十幾十年 是現在發現出來 有能力把它發現出來 也是個進步 那是因為每一個人 都是變成很挑剔 每一個人都很在意 他就會進步 所以這個趨勢在走向的話 其實食品是一個驚人的機會 對台灣來講 對中國大陸的 我想我們也陸生在這 不過我個人的經驗是 大陸對台灣的食品 還是有高度的信賴感的 光這個信賴感 你從Marketing Dollar的角度來講 就不得了 你要花多少錢 去讓十三億人口 對一個地方的某樣東西 產生信賴 你去算要多少錢 所以今天的問題是 你怎麼樣把這個信賴感 真正落實 所以食品是驚人 我用一個概念跟大家講 就是鳳梨書 那我很喜歡講 鳳梨書就是這個 這個意象 它是一個台灣意象 為什麼是鳳梨 是因為台灣相對 中國大陸來養是在南方 所以事實上就是很熱的地方 所以鳳梨這個意象是對 所以你如果做對一個產品 它就是一個兩百億的市場 光一個食品 它比台灣其他農業加起來都大 它只是一個禮品而已 所以你用這樣再去推的話 食品的市場很高 食安的市場很高 那我覺得這一塊 其實是被忽略掉的重要性 另外一個從嘴巴進去 就是醫療 藥品 這也是信賴 所以只要你是信賴 這兩個東西都很值錢的 那我覺得台灣有很好的基礎 現在還沒有發揮出來 可以靠大家去把它努力下來 謝謝林峰 謝謝 好 講到這個農業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棒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農業 應該講說新農業 那講到這個新農業 那講到這個新農業 還是回到就是說 創造價值 跨領域 那我們呢 台灣呢 有非常特別的土地 所以呢 很多樣化的這一種 吃的也好 然後這一種 水果啦 蔬菜啦 蜜啊 其實都是品質非常好的 那或許有人 在這一波的食安裡面覺得 好煩喔 怎麼什麼都不能吃喔 可是 真的 我很同意像立峰講的 經過了這一陣子 食安的風暴以後 你知道嗎 大家會變得非常的 有沒有神經兮兮的 像Panel 所以 將來台灣會變成 食品安全標準第一的國家 因為我們太緊張了 而且經過了這一波 太活著了吧 真的 那我自己一直認為就是說呢 這個為什麼不是好事啦 以前不在意嘛 那現在開始在意了嘛 對不對 麥當勞進來的時候 那個第一個店是在那個 民生東陸嗎 就是西華飯店旁邊那邊 你們知道排隊排到哪嗎 排到 民生東陸齁 然後他爭一個公讀生 然後第一次可以吃到 炸雞跟漢堡 排到那個 南京東陸 他對於這種吃的東西 吃進去的東西的想法 其實是越來越不一樣 那現在不是 現在要在地 要 OK 無毒 要怎麼樣怎麼樣 OK 所以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大家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 跨領域 你不要管你學什麼 你要想到就是 跨領域 然後 講到呢 跟吃的相關的呢 你一定要想到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如何從口碑農業 或許有一些人有機會走到品牌 比如說 鳳梨書 鳳梨書 它也可以是一個 お土産 但是它也可以變成是一個品牌 那我相信呢 各位 你們只要投入某個的努力 或許你就有機會把它變成所謂的口碑 口碑就是那一種 拿你什麼東西很好吃 買都買不到 到 經過不同的價值鏈 然後它變成一個品牌 今年我打算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跟一些口碑農業的業者去溝通 小農們溝通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年紀真的太大了 雖然口碑農業讓他們感到非常的驕傲 可是那平均年齡是60歲以上 只要他不再做了 那個記憶也失傳了 那怎麼樣子可以變成 有些是不是有品牌的機會 對不對 品牌的機會在於就是說 同學 哇你這麼台大的英明啊 這麼優秀 那你說我是農民 可是 當我去荷蘭 我去丹麥 我看到他們的年輕人 他就是在一個農業公司 其實那就是個農民 可是他不是 他就是個員工 我科技農業的員工欸 我是技術人員欸 好像那感覺比較好一點 我不知道 可是我又發現就是說 怎麼這些小國家 荷蘭丹麥瑞斯 他們有好多的這個農業 他們都有一些品牌 他其實也不過就是小農色 然後慢慢就變成行銷整個歐洲的品牌 無毒的肉 有品牌的喔 某一個品牌就是 欸我在那個stain 上面買一個花 你知道嗎 欸有品牌的喔 因為呢 大家知道那個辣椒醬 吃那個tabasco tabasco有沒有 就是那個很小一瓶的那個 包裝很古典 它幾乎變成是辣椒醬的代名詞 對不對 你可以在想說給我辣椒醬 牛排館 你到底要什麼 tabasco 他就給你拿了 對不對 可是他知道 我去查了一下 我發現 他其實是在 密西西比 的一個小公司 然後呢 他是family owned 他沒有上市 他的股東呢 就是那個家族呢 兩百個人 然後這家公司已經一百八十年了大概 就是非常久一百多年了 那像這樣子的公司 是不是也對這個社會 也蠻有貢獻的 也很好 然後永遠都是少少的人 然後在一個比較 欸農業的州 那欸這個就是農業的機會 這是有點記住 我覺得在台灣可以做得更好 是因為我們還會把一些文化的因素加進去 所以他還有很多跨領域的元素 可以讓大家以後過得更有趣一點 非常謝謝 非常棒的題目 引出我們剛剛很好的觀點 我倒沒想到實安 用這個來解讀 這個啊 因為台灣的 台大視頻案件是我在想懂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欣慰 是不是 是 是 那我現在問題來 到大家搶走 剛剛觀音先來 這個我常常說 我Google同時沒有辦法 兩個人一起去創業 因為 兩個人成本太高 那十個人的話 你可能Race 幾千萬美金一年 給他們 可能再可以 符合他們的需求 所以呢 這很重要 就是 Startup 最難的地方 不是創業家 是 Top 10 Employee 因為我們都希望找最好的人在一起 可是最好的人 為什麼要join你 你說我Race到很多錢 他就要join你嗎 不見得 他也要算八字啊 對不對 你會不會比我成功 我如果可以成為我自己去就好了 台灣最難最難的地方 不是沒有創業家 我看到太多的幾千位了 但是幾乎沒有幾個人 可以說服 比他厲害的人 當他第二個員工 跟第三個員工 是 所以問題在諸位 把你的爸提高 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更偉大之後 更好的資金團隊 更好的人接觸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些人就有動機了 可是這些人沒有動機 也是天經地義的 一個技術很強的人 現在就想要創業 也不盡然是合適的 因為他要很專注在他的專業上 可是就是磨合跨領域 這是我的看法 我們不知道其他人可能不在 當然機會成本是其中一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呢 是我也曾經碰過 有一些researcher 尤其是life science 領域的 他告訴我說 幾年前啦 可能現在改變 我不知道 他告訴我說 我們做的就是基礎科學研究 OK 做研究 追求人類的智慧 這是非常高尚的 做生意 你知道 就是說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我就想 這個好像有一點 就是說 可能他還沒有辦法說服他自己 就是說 他的研究 或許 也有創造市場價值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 完全是 每一個人不同的選擇 完全是不同的選擇 對 因為如果說很厲害的人 就一定要創業很成功的話 那我想 全世界 或是全台灣 創業最成功的人 我跟你講 你一定是 在台大就是這樣 一個竹竿打過去 就是全台灣 最棒的創業人 就在這兒 不是嗎 每一個家都 每一個家都 對啊 早就創業了嘛 對不對 而且他最聰明 他的技術 誰比他厲害 就理論上 這邊就是說 你知道 隨便走出去就是 滿街都是創業家 可是不是嘛 所以一定是有一些 不同的原因 是個人不同的選擇 那至於年輕人 這麼年輕就這樣子 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 他可能覺得 創業不夠酷嗎 或者是說 哇 這很酷 我解一個題很酷 我是無求的 很酷 可是你要把這個東西 變成是要去跟人家 談生意 那是 就另外一回事了 可是這一點呢 很有意思 2013年的YF 我帶他們去見一個 阿貝 我特別去求他來跟學生做 Presentation 他來啦 穿著求學 還穿著短褲 然後一進來就跟我說 Josephine 我從那個加州飛過來 我快累死了 我也不知道你們的學生 英文程度怎麼樣 所以我寫了幾張PowerPoint 但是用非常簡單的英文 我希望你們可以聽得懂 然後講話的時候你知道 他還就一隻腳就這樣子 踩在那個椅子上 就這樣講話 然後非常這個 有年紀的老先生這樣 四月份 其實就是上個月 我就收到E-mail了 我請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創了八個公司 都是技術型的公司 那我是跟學生講 就是說你們也不要急著 一定要莫名其妙就是要創業 然後什麼也沒有 那你也可以就是說 好好的做你的research 然後 based on 你的research 做一些創業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也有學校的老師 一直罵我說 你知道嗎 你是鼓勵創業掏空 掏空學校 掏空實驗室 我覺得這座有點大 你知道 所以我當然要 好學生我們還是 所以我會請他 因為他創了八個業 都是技術相關的 好啦 我收到的E-mail是什麼 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看那個 看那個 Tuning那個 最近的那個電影 有嗎 對不對 那其實在電機電子類 當然諾貝爾時代 當然諾貝爾時代 並沒有電機電子 或是computing 所以並沒有諾貝爾獎頒給 對 所以不管那個 錢力豐或者是陳老師在E-O 你們都得不到諾貝爾獎 開始寫 對 你可以轉敗 現在太多人這樣 結果呢 他就有個Tuning Award 是專門給你們這個領域的嘛 結果那個阿伯就得到Tuning Award 其實是不容易的 其實是不容易的 他的名字叫 Stonebreaker 然後那時候我開玩笑 跟學員講說 各位 待會兒會來一個石破天津教授 因為他叫Stonebreaker 石破天津教授 所以大家待會兒可以問問題 他很會創業 可是他還沒想到 其實電機電子領域 多少能人意識啊 因為在這個 這半世紀以來 我看最優秀的人 都往這個領域擠了吧 可是他還是可以拿到 像諾貝爾獎這樣的桂冠 Tuning Award 但他同時也可以創八個企業 那我就在想 這個或許可以讓更多的人 去思考一下 好 好 我們接續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我本來以為他講阿伯是講我 我後來才發現 他是我的PhD Advisor 我在 我去Berkeley的時候 Stonebreaker 跟Eugene Wong 是我的Advisor 這個世界真的是很小 我想說 那我大概需要繼承他 下一個阿伯就是我的 說一下這個基因 創業的人 我的確是自己很喜歡創業 那的確這個是也有一些個性 我也對他講說 不勉強 每一個人都應該走 不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走創業的路 那我自己其實走上創業路 對就是有一些原因的 那其實 那後來來問我說 為什麼去創這麼多業 那是不是 我本來就有這個基因 我說 事也不是 創業成功 天時地利利人和 那我常常跟人家講 我最運氣最好 就是我的名字取得很好 就是保佑我 但是 其實事情很好 我常常講 早知道他五福實在不夠 早就用光了 但是 但是我後來回想的時候 你們想不想 在我那個年代 因為現在不稀奇 我在高中畢業 大專聯考 考完以後 那很幸運考上台大 那我們在南港 當時是一個小地方 我就 剛好有五個人 只有五個人考上台大 我就去找那幾個人來 所以我們來開家教班 那時候就課綱班 真的就開啟家教班 所以我事實上 在高中畢業以後 就開了家教班 但是後來上了大學 大學生活很有趣 所以一年就沒有繼續了 公司就倒掉了 那這個就是 我第一個創業經驗 那後來我為什麼會創業 其實也是一個很期客 我從來也沒有想過創業 因為我不想 當時也講說去創業 好像是做生意 事實上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家裡也是種菜 那每次都要拿去賣 我都不肯去賣 他覺得很沒面子 當然這個年代 好像去賣這個菜 很沒面子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說 我會走上什麼創業 或是做生意的 那當我創業 故事可能太常不講 但是 基本上 為什麼我一直走上創業 其實是走投無路 我當時 我在跟Stonebreaker 跟Eugene Wong 歷年以後 我的PhD 的Prenumerate Exam 第一次沒有過 我就決定 算了 我又離開 我想不想馬上再考 我想說以後再回去考 那 因為念書一下還算順利 而且我到Berkeley的時候 我是練Mask的時候 還是Straight A的Student 天然在Berkeley 因為口試沒過 所以我想說我要出來一下再回去 那就是因為這樣而走上了創業路 那也是一個故事 所以創業的確是應該 也不要勉強 那在學校裡面 我覺得你們就是不見得 假如有很好的idea 很什麼可以去考慮創業 那所以應該把團隊組成 那剛剛講團隊的成分是什麼 我覺得團隊最重要 現在創業要有兩個成分 一個是 一個就是技術 假如是有高科技的話 就是長 一個要知道做什麼 一個 另外一個要知道怎麼做 其實就是兩個 那我們大概在技術講的話 就做什麼 是在做Marketing 就是說你要知道產品做什麼 這個產品做出來有沒有市場 這是比怎麼做還重要 怎麼做就是技術 那尤其是在Internet這領域裡面 怎麼做其實是 相對來講太容易了 都是Open Source 對 所以變成做什麼 其實是比怎麼做還重要 那這就是你的創意 那這即使是創意 你知道做什麼 還是要去 不要自己想當然爾 你一定要去 在市場上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了解 找市場的人來了解這方面 再去做 所以說我自己喜歡創業 後來我走上創業 一個連一個的創 所以是很喜歡創業 那創業 剛開始當時要創業 的確是因為想說創業 我可以經濟上 可以脫離那些 這個很受限制的情況 那當然我現在你們 在這個年代 其實對你們這年代 你們都很幸運 你們並沒有真正那麼大的 經濟壓力 所以賺錢不見的是 人生重要的目的 你們都有更高的理想 但是不管你有什麼更高的理想 我想創業都可以替你做 在你的理想 執行理想過程中 可以做到更高 因為你創業 譬如說現在有些叫做 Social Enterprise 社會企業 你的理想 也去創一個社會企業 可能不見得是以盈利為目的 而是以能夠貢獻這個社會 的某一個議題 你有興趣為目的 也是一個很好 所以創業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也不要急的就跳進去 確定你要 要有一點準備好 那你確定你是要做這個 那盡量不要去拿親友的錢 因為這個壓力會很大 我自己跟他講就是 大家在講說 錢不要從 叫3F 大家都聽過嘛 就是Family跟Friend跟Fool 所以你們少去拿這些錢 因為這些人給你的錢 他沒有問你什麼 他就是因為愛你 給你錢 但是你賺錢是應該的 不賺錢都是你的責任 他也沒辦法幫你什麼 那所以準備好了 準備好 那自己希望能夠 有願意投資者來投資你 或是你自己 當然說更好 假如說你不需要籌錢 你說一下子就有人要買 這個就在那個 Cloud Funding的Model 或者是你現在 在B2C的產品比較可能 以前我們在做B2B 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一定要投資幾百萬下去 才可能有產品 才可能考慮人家會不會買你 那現在B2C是可以先去賣那個 賣了 那假如有人願意就買 那當然是可以不需要去籌資 都可以把公司這樣走起來是很好 那所以最後說 我自己喜歡創業 希望更多人去創業 那同時當然也是要準備好才去創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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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也留一點時間 讓也許有同學 試下來可以討教一下 那不曉得三文還沒有 特別要跟同學提的 我們今天其實非常精彩 那今天我們都被這個 李主任 Cue過來 所以最後我想我們還是請 李主任來幫我們做個總結 所以我發現今天晚上最被言行拷打的是我 最後這個問題怎麼接呢 說實在話今天真的太精彩了 精彩到我覺得都剛才開始的時候不應該設定8點半 應該設定9點鐘 所以我現在致死惡果 那個 說要總結喔 其實這是困難的事情 我想大家今天應該 不僅得到很多新的觀念 然後 我想應該還留下更多的問題 等一下結束的時候會問 不過 我自己也在蠻心自問 因為我想 我從成功所當被成功陷害 接了三年的這個學生之後 我自己其實最大的省思 其實也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到底 在台大辦創業宣傳 我們到底是要 把它當作通識教育呢 還是我們要把它當精英教育 這件事情我到現在 說實在話 我有點轉念 以前開始的時候 陳徽一直告訴我 最好全台大每一個人都受過創業的這個教育 然後讓他留一個種子 哪一天啊 你這個 早上醒過來的時候 發現自己非常desperate 的時候 你只好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但是我讓三年下來以後呢 我發現 這個恐怕走不太通 因為呢 各位第一個 機會成本太高 第二個 你等到想創業的時候 你都忘了以前上過創業學程 真的你要創業的時候 好像沒經過創業學程 也可以創業 所以這個東西就走不太通 我現在比較傾向有沒有 說實在的話 真的創業會成功 真的 你要過desperate 那什麼叫desperate 其實又跟剛才那個陳總統講的一樣 你都真的把馬斯洛那個五個成績畫上來 每一個成績都可能成為你非常desperate的理由 你可以因為你吃不飽穿不難 所以你必須要創業 我在14年的時候 做了一整個這個企業家的房 我發現這種理由也正多 你就是真的吃不飽穿不難 但是你也很多人 你事實上過了吃不飽穿滿那個階段 他為了得到別人認懂 他也要創業 我們有一個化工器三年級的學生 現在是商業二兒的學生 他現在就是one man company 做得亂好的 然後也沒跟任何人講 他為什麼要創業 因為他說他大三的時候 交了一個女朋友 他女朋友家太有姐妹 每次跟他出去吃飯就很有壓力 所以就立志要創業 我說實在話 自己是個recognition 對不對 說我可以創業 結果後來他現在女朋友 不是那個 但是你在往上走上去 走到那個最高層級的時候 自我實現 也是個創業理由 我記得訪問過那個 那個成品的老闆 哇 他這個 各位知道成品老闆 那個吳親友 他也是這個中年才出來創業 他創到現在 他還是全公司 最大最大最具有創業精神 每個人都在踩煞車 他一個人猛踩油門 所以差點把這個車子都開到兄弟那邊去了 然後呢 他對創業下了一個最好的助教 他說創業 事實上是個人生命的最大最大的實踐 他說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生命的意義 你就去創業好了 所以說實在話 創業有一百個理由 不創業也有另外一百個理由 那最後的裁判是誰 也都不是別人 都是各位 所以我為什麼現在覺得是 什麼叫精英教育 我不是要找最聰明的人 我其實是要找最飢渴的人 這就是我們創八 遊戲規則要改變最主要原因 如果你要知道這遊戲規則怎麼改變 麻煩你禮拜三晚上到 什麼會來 好不好 謝謝大家